自从落实了这个太阳灵源转音法后 我和先生我们的事业 公司的业绩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 今天Yvonne要跟大家分享 我和先生我们的事业 公司的业绩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 真的非常感恩太阳灵源转音法 因为以目前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 我们的公司还可以以50%的销售业绩的增长 那么这个荣耀真的要归功于宇宙天地 以及太阳公公因为在年初 就是2022年年初的时候 我跟先生因为有一个工程的竞标 我都迟迟还没有得到答复 我们俩就一起做这个太阳灵源转音法 那么就在第10天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回复拿下了这个价值为马币 百万的这个工程 这真的是非常感恩太阳公公拨转 让我们成功拿下这个工程 虽然是很开心拿到这个工程 但是接下来整个工程的策划 那成本的核算、安排方面 其实每一个都是一个挑战 那么在运输方面呢 我就遇到了一些挑战 因为这几个月的运的传档都非常的爆满 我的货物呢又不可以延迟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之下 我唯有一切交由太阳公公 一切交由天地 我就每天跟太阳公公祈福 我说太阳公公啊 就让你寄给我能量 给我的那个传档啊 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 可以说是每一次安排都是关关难过 关关过 在安排的过程中 我都会遇到贵人 而且那个贵人是很积极的 帮我找那个传七 A的那个传七不能找B B的不能再找C 所以是让我的货物 没有延迟的到达目的地 这个就是落实了 这个太阳灵愿转运法后 我得到了这个太阳公公的祝福 以那自身的能量提升之后 遇到的人都成为了我生命中的贵人 这个工程经过了半年 这件尾身也可以说是 目前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因为我目前在处于安全测试阶段 那么呢 很感恩 一切的大问题 小问题 都可以在正能量的那个氛围中 讨论 改善 之下 批关 通关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感恩 太阳灵愿转运法 所赐予我的那个能量 谈到那个客户的那个付款方面 因为这个工程的资金庞大 所以呢 我们是有要求那个客户分期付款 如首付多少巴仙 赤付多少巴仙 也是非常感恩 我每天在跟太阳公公祈求的时候 都会向太阳公公说 让我顺顺利利的 能够很快的收回客户的那个汇款 让我的公司的现金流 可以得到一个环节 这方面真的是没有问题 真的很感恩 那再来 我有一个客户 一向来 他的付款 哇 都是拖到半年到一年 很难追账的 可是非常奇迹的 在我落实太阳灵愿转运法 这八个月来 我几乎是每一个星期 都收到这个客户发来的 那个付款单据 这真的是 我向太阳公公 禀告后 客户不求 自付 一切的付款 在圆满中还清 哇 太阳公公真的是有听到 我的一个愿望 所以这样的朋友 我呼吁大家 不妨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我们好好去跟太阳的能量连结 每一天都跟太阳公公讲 我们心里想要的东西 我相信啊 天地的爱一直都在 我相信 感谢观看